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HAE套,二通行 首先介紹一下為什麼我要拍這條影片 政府在2023年1月初,1月6日 開了一個記招,發佈HKE套,二通行 就是一個過隧道的自動繳塊系統 政府自己的發佈會講到了一塊塊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有一堆的Content Farm 就這樣copy and paste 了運輸署的網站資料 結果更加沒有人看得懂他說什麼 所以我綜合了記者會和我自己成功登記的親身經歷 幫大家整合一下截至2023年1月中關於二通行的資訊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會對於二通行的疑難得到解答 我也先截定頭盔 因為截至拍片的今天,2023年1月14日 二通行未正式投入使用 即是大家過隧道仍然未用二通行付款 加上來自營運商的整合方法 仍然未講得很清楚實際是怎樣做 所以最後出來可能會 我儘量保持正確,但也應該會有一點錯漏 日後會透過這個頻道 再以文字或影片的形式作補充 另外我今天集中會主要想講 比較多人用的車輛貼 另外有一種叫做車總貼 我會在片尾講少許 但Coverage應該不會太多 以免造成大家混亂 我先講一些很基本的概念 首先HAE Toe二通行 其實是百分百屬於政府的一個項目 暫時只會在政府存資擁有的隧道 去使用作為一個電子道路的收費系統 有二通行的地方 其實就不會再有收費亭 亦都不會有AutoToe 所以除非你不想過這些政府隧道 否則基本上你都很難不申請 今次其中一個比較混亂的地方 就是二通行的承辦商 正正是舊有的隧道收費系統AutoToe 所以大家可能會對於兩者有些混亂 兩者採用的技術亦都非常接近 無論HAE Toe也好 AutoToe也好 都是採用一塊R5D Tag 就要求你貼在你的車頭 可能在擋風玻璃的後面 他們就會有些感應器 去感受到你這塊R5D Tag 從而去認到你的車向你收費 如果它感應不到的話 也會有些鏡頭系統 去嘗試拍攝你的車 認到車牌的話 也會找你收費 但要留意的是 HAE Toe和舊有的AutoToe 其實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 大家要弄清楚這一點 根據運輸署發佈會的說法 甚至乎這兩套收費系統 採用一個有你無我的態度 甚麼意思呢 即是當某一條隧道 它已經用了HAE Toe 二通行去收費的話 其實它就會拆掉所有收費艇 甚至乎拆掉AutoToe的專用通道 所以不會出現Double Charge 即是收兩次錢的情況 要麼你就用舊的AutoToe 在一些本身有AutoToe的收費艇 的地方衝過去 就用AutoToe收費 否則就會直接去一些沒有收費艇的地方 就會用HAE Toe 二通行去收費 亦都因為這個原因 在全香港所有的隧道都採用二通行之前 其實如果你本身是一個AutoToe的擁有者 你是需要將舊的AutoToe的Tag 繼續貼在你的車上 再加上新的HAE Toe的Tag去使用 才可以在所有的隧道做自動繞費 下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申請HAE Toe 二通行 其實無論你本身有沒有使用 AutoToe都好 正如剛才所說都不能不做 除非你打算不過隧道 也有少許不同做法上的分別 第一就是 如果你近大半年 你買過牌費或者去過戶的話 其實你在運輸署那張form上 你會看到一件事 叫做向隧道費服務供應商 申請車輛貼 如果你有拼到的話 其實你現階段 什麼都不用做 直至你收到這封信 這封信裡面就會有這本信 裡面就會有你的車的資料和那張Tag 你再拿著Tag去下載 二通行的App再去申請 那申請程序應該會 step by step 如果你本身在逐牌的時候 買牌費的時候 你沒有選擇到要這個Tag 那你就有機會需要自己申請 自己申請就直接在 二通行的網頁 或者下載它的App裡面 其實就有一個按鈕給你申請那個貼 申請完之後 它一樣會好像 我們拼了那些 它會直接把封信寄去你的地址 那你收到那塊Tag 才去啟動其他的下一步 接著一個很多人都應該會問的問題 就是我收到二通行那塊貼 我貼在哪裏才為之正確呢 才為之收到呢 不會錯呢 如果你想百分百沒有錯的話 運輸署其實是有條影片 去教你怎樣去貼這個二通行的貼紙 那大家可以跟回Official的做法去做 不過我會在這裏講一個我自己的方法 不起密插你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跟回Official的方法做完全沒有問題 我都會解釋為何我會想這樣貼 那跟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自己本身 舊的AutoTag的Tag 那我這個就不是貼紙 但是其實一般人的做法 都會貼在這個行車證的底下 貼在這裏就不用貼上玻璃那裏 萬一你爆玻璃要換的時候 也都不會撕破一張貼 這個是一個本身 如果你AutoTag的話 都會用這個方法 只不過如果當你這裏已經有AutoTag的時候 你再去貼第二張貼的話 其實你可以選擇貼下去下面這些地方都OK 因為它的說法就是 你兩張貼之間要相隔10cm 然後跟你的車鏡本身 如果你有裝車鏡的話 也要相隔10cm 另外就是如果你一塊玻璃 好像Texter這些 有塗層去防輻射的話 那你就要選擇一些 本身框了沒有防輻射的地方 或者如果你整塊都是防輻射的 那你就再貼在車身的其他部分 那你問我呢 我就覺得浪費鬼氣的 因為除非你說我真的兩張貼打搭來 真的錯得很緊要 否則基本上你只要兩張貼隔開的話 其實你放在玻璃的哪個位置 其實分別不是很大的 原因是除了整個HAE Toe 二通行的設計 除了認到你的RFID Tag之外 當它認不到的時候 其實它會有一個camera的系統去認你的車牌 認到你的車牌一樣 會找回你的帳戶出來去收你錢 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Auto Toe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也都不會出現任何問題 相反來說就是你的系統 只要我貼在一些所謂對的地方 你認不到收不到錢是你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那你就自己搞定它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你不喜歡的 你覺得我錯的不要緊要 不需要罵我 你用回運輸署教你的方法就可以了 我在這裡都簡單講一講 二通行的手機APP 登記程序和連結你的車的步驟是怎樣 首先當然在App Store或者Google Play Store 就下載二通行的手機APP 下載了之後 其實你就需要註冊一個戶口 註冊戶口其實就是 選擇一個你的用戶名 入密碼 接著你的電話號碼 確認收到SMS 確認之後 你就已經完成了註冊 然後註冊完之後 你就會看到 其實主畫面只剩下兩顆按鈕 一顆按鈕叫做申請車輛貼 一顆按鈕叫做新增車輛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事先已經在續牌的時候 收到車輛貼的那封信 你就可以直接選擇新增車輛 然後它就會叫你打回你的車牌 還有 一個叫做登記車主的電子聯絡方式 你就可以選擇電郵或者電話 但這裡要留意就是 電郵有一個很嚴重的一筆 你永遠都收不到那封確認的電郵 所以在這個階段 大家就請用手機號碼去登記 按完你的電話號碼之後 它就會說 處理中等待車主確認 你就可以按完成出回去 另外你就會收到一個SMS 那個SMS 你就按回連結 它就會帶你去二通行的網站 然後去做一個確認 確認完之後你回來成功了 你回來就會看到主畫面其實不同了 你會看到你的車 還有多了一個叫做自動付款的option 你可以進去設定 設定的時候 就是選擇你究竟用什麼方法去付錢 有三種的 第一就是信用卡 第二就是指定儲值戶口 第三就是銀行轉帳 銀行轉帳是最麻煩的 我都不太建議大家做 因為你選了銀行轉帳之後 它就會告訴你 你自己去網上下載一張方便 然後再交到指定地點 如果用信用卡 它會支援 Visa Master 和銀聯卡 你就可以進入卡的資料 不過我自己也不會這樣做 我會選擇用指定儲值戶口 因為這個方式比較像以前AutoTow的方式 就是你不用特地綁一些東西 總之它有個類似銀包的東西 你沒有錢你就增值 亦都支援負數 因為負數總之14天內找回數就可以了 你一樣是登記你的身份證 然後選擇我不做自動增值 你的戶口就已經開啟了 現階段其實你都未過到隧道 等過到隧道的時候 你才再去決定怎樣增值 另外就是如果你本身已經有AutoTow的戶口 其實AutoTow之前也發了一個電郵 給所有AutoTow的登記車主 說接下來AutoTow會有一個方式 令到你可以用AutoTow的帳戶 去幫HAE Toe通行增值 但現階段 截至現在未有進一步的資料 我個人的估計 應該是他會把AutoTow的電子錢包 作為其中一個付款的增值方式 無論如何你都要申請HAE Toe通行的帳戶 你才可以再綁舊有AutoTow的東西 所以就不妨礙你去申請 你直接現在收到信息就可以做了 當然如果你說現在沒有收到信息就可以等 還有如果你本身在運輸署沒有收到 即是說你從頭到尾都不會收到那塊Tow的話 你也可以現在下載了AutoTow之後 申請了戶口 你就去申請車輛貼 一樣可以的 那你就再等它寄信給你 你才再重複我剛才說的步驟 最後我有兩件事想在這裏特別說一說 第一就是剛才在影片的開始我也有說到 就是二通行其實它有分兩種貼 一種叫做車輛貼 在剛才的篇幅講了很多 另一種叫做車總貼 車輛貼本身就是綁住你的車的車牌 所以貼了一部車 就算你要賣車都好 只要你的車牌是沒有變的話 其實你就不需要特別撕走貼紙 你可以在你那個二通行的APP裡面 去取消綁定那輛車 然後新車主又重新綁定那輛車到自己的二通行戶口 就已經完成了 另一種狀況就是一個叫做車總貼 車總貼就是私家車為之一種 電單車為之一種等等 你就可以去指定的地方去買這種車總貼回來 車總貼的包裝裏面其實會有一個卡 把卡掛了之後它會綁定一個特別的二通行戶口 另外再在那裏再去自己看餘額 不過根據現在運輸署的說法 你就必須要去指定的地方增值 譬如71之類的便利店 你就去那些地方做增值 所以也同時解答到一些租車借車給別人的問題 你可以選擇借你車的人自己買一張車總貼 又或者是你可以暫時取消綁定 綁到另一個人的帳戶口 然後他用完再重新綁到自己的帳戶口 都可以的 另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在我試試這個二通行的過程中 我發現它的私隱條款都頗特別的 你的個人資料除了是用於營運和管理二通行的服務等等 那些正常的東西之外 它有一項叫做 執法行動我沒得好說 但還有一項叫做防止及政策罪行 即是說不是有案件發生了 警方去調用這個資料才去檢查你的個人資料 而是它可以在防止即是未有任何案件發生 只要它覺得想檢查你的話 它都可以透過二通行的系統去檢查到 你任何綁定了在二通行系統裡面的資料 包括你的車、個人資料、信用卡、銀行戶口等等 所以對於私隱方面 如果有關心的朋友 你自己要考慮 我也是那句 在使用方面上 除非你不通過這些隧道 否則你都很難不申請 但你綁定多少個人資料 你自己可以決定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真的因為種種原因 我很不想容易通行 是否一樣可以通過隧道呢 可以的 你可以照樣通過隧道 你照通過隧道 通過之後 不過它就會另外 因為找不到你二通行的紀錄 它就會找回你的車牌 傳回SMS 或者E-mail 或者寄信 去你這輛車的登記車主那裏 就說你通過隧道 你需要在14天內透過電子方式 或者你去七仔交錢也好 你交回錢便可以的 這是麻煩的 是可以用到的 當然如果你14天內 沒有辦法找到這個隧道費 它便另外會再有罰款 這就是運輸署自己的說法 所以如果你最後決定 我打死都不用二通行 你去過這些隧道 其實都可以的 最後的最後就是 究竟大家現在設定了這些二通行 其實什麼時候過隧道才真的要用這個二通行呢 現在根據運輸署官方發表的消息 第一條會用的就是清沙管制區 其實就是尖山隧道 不過同時間 我想大家過隧道都會看到 其實獅子山隧道已經裝好了那個龍門架 另外去荃灣的城門隧道 其實也將會是首批 會啟用這個二通行的隧道 即是三條連接沙田的隧道 都會是首批啟用這個二通行的隧道 所以除非你住沙田 然後每天都要走尖山 你可能會比較急些 否則我覺得現階段大家不需要太心急 收到封信便回來慢慢調整 收不到的 再等一下其實無所謂 甚至乎說真的 尖山是否準時預約出到呢 其實我也有少少保留的態度 今天就一個很簡單的 HAE2二通行的介紹 希望可以釋除一些大家 對於二通行的疑問 你最後選擇用不用呢 交給大家去決定 是這麼多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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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